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McCalvin 的投资教学 Investment McCalvin 今天来到第3个 Tutorial 我给了一个名字叫 The Easiest Investment 最简单的投资 这一集适合一些 没时间去打理看市场 或者学习一些特殊的技巧 但亦都想参与投资 但又不想靠外面所谓的专业基金经理 给他赚很多的钱 亦都不会追求一个超级大的回报 这一堂 这个教学这段片就适合你了 首先如果你是订阅我的频道 只是为了看这些教学片 首先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近期就比较拍得多些打机片 有观众就问我 说究竟我多久会出一次呢 我大概投资片 我希望不要太出得太密 因为我要做很多功课 打机不同 因为比较认真 这是一个现实 我就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 所以每一次 我都要做很多功课 去准备 我才可以拍 一段关于投资的影片 我希望每一个月 出到一至两次 如果你只是为看这些视频 而订阅我的频道 就不好意思 如果你只是为打机 看我的频道 打机视频 不是想听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 不需要理我 在这些什么 不是说打机不认真 打机很认真 但是 始终打机是一种娱乐 各个层次是不同的 我回到这里 我们开始这个教学之前 有些想解答了有些观众的问题 竟然很惊讶 竟然真的有人看之余 他们是会 很有 求之欲 送电邮问我一些问题 我当然很高兴 也很乐意解答 其中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义 有几个价值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个观众 用上一集我最后用的例子 在食神里面 周星星和吴曼达 决定开鱼蛋铺 因为它的牛丸太棒了 如果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建议你看之前那一集 如果你觉得太长的话 你只看最后的部分 就可以了 我主要用了这个例子 去解释一间公司 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我就说 周星星想100万开鱼蛋铺 因为他很有信心 但他有两种做法 一是问银行借钱 要是找一个朋友 或者找一席人 集资 大家所参与 成为股东 他不想给息银行赚 所以他找了他的好朋友 吴曼达 吴曼达 希望大家 50-50 赚到钱 亦都是50-50 这样分 所以大家就 各投资 各 拿50万 当然 吴曼达 就对周星星很有信心 by the way 食神里面 周星池 那个 角色的名字 叫 史提分舟 我先当周星星 周星星做老闆 有50%的股权 吴曼达作为投资者 或是投机者 亦都是50%的股权 观众就问 他说半年赚了1万元 6月30日我开张 到年尾的时候 赚了1万元 我在例子说 因为大家各有50%的股权 所以 这1万元 有5000元 是属于周星星的 有5000元 是属于吴曼达的 他就问 就说 这个例子 他们合资开公司 6个月赚了1万元 这个派钱5000元的行为 能不能理解为 这个派息 这是一个好问题 第一 我用这个例子 其实我只是简单 想讲解一下 一间公司 我不是用上市公司 因为上市公司 比较复杂 因为你不需要上市公司 你都做到股权 都做到股份 但问题你不是上市的时候 你就 没有一个市价 所以如果 吴曼达想 放 放 这个股 自己的股份 出去的时候 他不能 去到 说 卖给 卖给 任何一个人 他不能在市场上公开发售 他一定要找一个人 肯接他 50%的股权 谈好价 他才能放手 但上市公司的好处 因为他有个市价 所以他可以在公开市场 去抛售 他的股票 但我当他一间上市公司 如果 周星星 决定 把这10000元 即是5050 那样派了钱去的话 你绝对是可以理解为派息 但是 要讲一讲 就是 我说大家 这10000元 有5000元 属于周星星 和5000元属于 五万达 就不代表他们 一定是 以现金的方式 去派了这5000元 这5000元可以是账面上的 现实里面 其实都是 不会排出钱 因为公司需要长期运作 他将某部分的盈利 放入资本里面 去继续运作 例如他想开新店 一些营运资金 或者他怕生意不想有些储备 或者他买一些新的器材 或者他想买多些食材 或者食材会加价 等等 很大可能 周星星 就会和五万达说 他说 现在我们 赚了10000元 我觉得 之后最好就留8000元 放入生意里面 不如各分1000 分了2000 不万达当然说 没办法 所以现实里面 究竟这10000元赚了 会不会一定是分了 未必 我将这件事 仔细一下 如果那些息高 或者息低 即是他赚了回来的钱 如果他派了很多 有两种的 两种的看法 第一 假设他不派 我说了他不派的时候 究竟是 背后代表了 什么意思 要么就 盘生意很差 或者是虚钱 所以他当然 就算有现金在里面 都不会派息 OK 这是一个极端差的 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盘生意好得不得了 他根本我不想浪费任何的钱 去到浪费 以派息回欠 那些股东 我倒入生意里面 创造更大的价值 最极端的 当然好像巴菲特的巴郡 他出名 这间公司是一元都不派的 几十年来 因为在巴菲特的信念就是说 我派了一元给你 我那一元就没了 不能够为我创造一些新的价值 另外科技公司 亦都很少去到派息 因为他们那种开发的成本太高了 因为科技日新月异 竞争力很大 所以他赚了一些钱 他派很少 甚至不派 就完全放进去 继续在那间公司里面研发 所以科技股的爆炸力很强 亦都有这样的原因 最后假设如果他真的派了钱 赚钱又不是亏钱 又派了钱 亦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亦都可能代表了老板根本不知道生意的方向 应该怎样走 因为他都不知道要前途 前路茫茫 没什么前景 钱放在那里都没用 不如大家派了 你注意通常老闆都是罪大股东 所以他一派息 自己是会带很多钱 OK 希望解答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他就问了 用回这个例子 他说假设共有五个吴幻达出现 现在有五个小股东 1 2 3 4 5 在这个情况下 各10%股权 现在各有1000元 如果赚1万元 50% share 5个吴幻达就各10% 5个吴幻达就各10% OK 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未分钱之前 我应该是未分钱 未分钱 5个吴幻达 应该是100万 每一个5万达 一个5万达 应该有10万元 因为他扔了10万元投资 10万元 10万元 加1000元 不如这样 对 即是说 他手上的股票价值 应该是 10万元 01000元 OK 分钱之后 现在手上的股票 打回原形 变回10万元 OK 但是他说 他们的股票 在外面 如果卖的话 即是上市公司有市价 那些人就不会用10万元 跟这个吴幻达1号买 因为吴幻达 觉得 我没有着数 为什么我要卖了 他一定要用一个高点的价钱 譬如10万01000 10万02000 甚至11万12万去买 吴幻达 才会考虑放线 他手上的股票 亦都是这样的原因 股票才会上涨 OK 没有这个行为 所以他认为 股票的真实价值 不是公司的价值 而是市场认为价值 这个千股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要说出来呢 市价 一间公司 真实价值 价值 是应该等于市价 OK OK 那就是说 市价 认为 它有多少钱 认为的价值 而不是公司真实是有个价值的 如果外面的公司 说 外面的市价是15万 虽然你手上的股票 真实的资产是10万 认为公司真实价值 应该都是 15万 而不是10万 答案就是 市场上的投资者 现在在说投资者和投机者 投资者 这些投资者就认为 就会给这个 一个交叉的 投资者 True Investor 或者叫value Investor 价值投资 Think 公司的company True Value 或者叫内在价值 叫instinct instinct 怎么串 我先读一下 Sorry Intrinsic 有没有存在 Intrinsic Value 即是中文叫做 内在价值 这些keyword 大家一定要认识 是跟市价 是经常有一段距离 大家如果继续follow 我的post 这些教学 大家会越来越理解 一个投资者 最大的分别就是 这里 当那只股票 是有一个价值 我们称之为内在价值 是一个弱数 但是因为市场买卖的人士 对那间公司 看法 是不一样 有时人们会觉得 这间鱼蛋铺 将来很弹钱 虽然现在他只是 价值10万 但我愿意出12万 去买 这 5万达1 这些 这些股票 那 因为他觉得 这间公司 随时很赚钱 但有些人 反过来 他觉得 这间公司 虽然现在 股票手上资产 10万 但是 我觉得 我不看好 2015年 鱼蛋这个市场 我觉得周星星 不行 所以我当然不会出10万元 我出8万元 我觉得就买了 你不买就算了 OK 所以 因为他们的市场 对这间公司的看法 很不一样 所以公司的真实价值 与市场的出价 是经常 不一样的 我们怎么赚钱的呢 投资者 How Investor Makes Money 就是当我们认为 市价过于低估那间公司的真实价值 就是Mark Buy When Market Under Value The Company 当市场低估那间公司的真实价值的时候 我们就买入 如果市场高估那间公司的话 Sell When Market Over Value The Company 高估那间公司 我们就卖走 OK 所以 令到 如果市场的看法 认为那间公司 是不看好的 很明显的人 就会不肯用贵的价钱买 就抛售股票 就令到股价跌 如果看好 那间公司 那些人就会不停去追货 就令到那间公司升 但投资者 跟市场的看法 是经常不一样的 我们会觉得 市场出价 很多时候都是错误的 错误 所以当他错误出价 就是他低估那间公司 他觉得公司没有前途 但我分析过 公司有前途 我就买 当他觉得公司很有前途 我就觉得 其实他不是真的 你们想得那么有前途 我就买 所以一个投资者 亦都很需要 一种独立的思考 技巧 香港人所说的眼光 所以 我们要学一样东西 就是 Investor must 我给他一个Must Learn How to value a company 就是我们要懂 如何估值 如何估值 以后我所说的东西 因为我是一个投资者 亦都是想跟大家 看看 究竟怎样估值 一间公司 你才知道 究竟是不是值得买的 但是 speculator 即是投资者 就觉得 market is always right 就像这位听众所说的 我不理根本没有 内在价值存在 那间公司值多少钱 就是市价愿意 出多少钱给他买 如果市场愿意出20万 买不稳达这10万的股票 其实他 就是值20万 他说去8万 就是值8万 OK 所以 他们没有什么低股 高股 他只有升和跌 他就想 市场 究竟会怎样出价 未来三个月或者一年 OK 有些的投资者 都相信 有内在价值 但是他就 不会太过在意 究竟他有没有 市价 和公司的真实 价值 有没有太大的偏离 他就比较在意 究竟 市场 怎样对待 这件事 就算一些很没价值的公司 如果市场有些傻子 他不停愿意买的话 他都不介意 OK 这里 去到最后 第三题 重复第二个问题 就是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 投资能不能够是 一个零和的游戏 第三个问题 就是 Is investment 他用眼 Stock market 他不是说投资 A zero sum game Zero sum 即是零和游戏 他的意思是 究竟是不是 一个人赚 就一定要有一个人输 我想这个也是 很多投资者 或者他不理解投资 的时候 他有一种问题 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 他就觉得 我赚的钱 我赚的钱 原来是另一个人的损失 我就赚得 不是很安乐 OK 那 我就会这样回答 Investor Investment Is Not 怎样变成全体 Is not A zero sum 即是如果你投资的话 他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因为你投资 譬如举例 刚才吴万达和周星星 他们其实坐在同一条船上 应该是一个双赢或者 双输 因为他可以亏 It is a Ball win 双赢是什么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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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一个lose lose lose 即是一个双赢或者双赢的局面 因为如果老闆赚钱 老闆就需要 一些人去投资 投资者 亦需要老闆 帮他们的资本增值 所以他们坐在同一条船上 他们的利益 应该是 一样公平的 亏钱就一起亏 赚就一起赚 但是 投机 就绝对是一个 零和游戏 speculation is a zero sum game 因为投机者最渴望的东西 就是将一些 好像没有价值的东西 希望有一些傻子 不停以更高的价钱 甚至添价 买入一些没有那么值钱的公司 他们才可以在一个高位 获利 结果 那帮傻子的损失 虽然他们会觉得 你们这帮傻子 你省就不会输钱 但其实他真正 他都希望一帮人 不停 去将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推到一个不合理的价钱 他们就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可以获利走人 令到结果人家的损失 是他们赚钱的基础 OK 希望解答到这个问题 就是 究竟你到底是投资 只是投机 两个都是很不同的东西 如果你是投资的话 你要很关心的就是 究竟那间公司 那个股价 那个股值 究竟是多少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一样东西 你要学习这一样东西 才知道自己买的股票 究竟是划算 还是不划算 即是你什么时候买 还是什么时候不要买 OK 希望解答到这个问题 sorry 花了一些时间 几长时间来解答 那我们真正可以开始 今天这个教学了 sorry 我给回一些问题 第二条 是 is market value 就等于company true value 即是市价 第二条问题是市价 就是公司的真实价值 第一条就是 Q1 就是 is this example 等于dividend 这个分钱是否等于派息 第一条问题 第二条问题就是 市价是否等于公司的真实价值 第三条问题就是 股票市场 究竟是否一个 零和的游戏 希望自己把这些note 博士可以放在一个地方 让大家下载 OK 我们回来了 最简单的投资方法是什么呢 the easiest investment 好了 你说一个人投资成不成功呢 你一定要有些指标去衡量 你看到有一些 一开始讲过 大部分人都是输钱 五成人是输钱的 正八成 我不记得 总之大部分人是输钱 你不输钱 当然不成功 但我当你赚钱 你赚到什么的程度 什么的回报 你才叫做得好呢 有很多人说 我不想花这样的时间 去到 投资 我有什么很简单的方法 不需要用脑子去想 因为我太忙了 我做事太忙了 我再去研究这些 我真的浪费时间 我觉得不值 但是 现在的通胀等等 又贬值 那些钱贬值 我真的会令你很烦 今天很简单 很简单 给你一个很简单解答的方法 几个字 index invest in index 中文叫投资 指数 什么叫指数呢 index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们看看 大家看看 Google 香港恒生指数 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指数 香港明显就是 恒生指数 Hansung Hansung index 我整理这些了 日经 标准 浦尔 澳洲 韩国 Hansung 恒生指数 香港就叫恒生指数 你见到全部由1999年到 2004年 这个是不是法国 CAC40 应该是法国 CAC40 应该是法国 这个是 欧洲的 杜瓊斯指数 这个是富士 富士就是英国的 富士是英国的指数 对了 美国的杜瓊斯指数 看看富士 日经平均指数 225 S&P 美国的杜瓊斯指数 这个应该是南韩的 叫什么 看第一版最好的 因为我都有一点乱 美国的杜瓊斯指数 标准普2500 日经 225 台湾加权指数 富士100 富士应该是英国的 杜瓊斯 欧洲50指数 法国的 CAC40 韩国的综合股价指数 这一堆究竟是什么 每一个国家 地区 都会有一个 叫做 指数的 我以香港的为例 恒生指数 你查一下 这个恒生 Handsangindex 香港港交所 恒生指数 跟港交所没什么关系 读吧 这一家公司 他解释什么叫恒生指数 为什么这样 不好意思 浪费大家的时间 维基百科传说 很简单 解决一些问题 香港股市的价格 重要指标 由若干 成分股 即蓝筹股 市值计算 代表了 香港 交易所所有上市公司的 12个月平均市值 复害率的 63% 由恒生银行旗下的恒生指数 由公司负责 计算 及按贵检讨 OK 发展到现在 应该有50个 50个 50个 恒生指数代表了 当地的 股市的状况 他会拿 当地的大市值公司 纳入为 这个指数里面的 一些成分股 香港就有50个 令到代表 整体市场的表现 也是我们所说的大市 每一个国家不同 你见香港这么小的地方 就 只有50个 但你见 譬如 美国 就会有 标准普业500 即他们有500间 日经平均指数 都是 225间公司 英国 100间 其他都 50间 40间 50间 香港 公司 组成 这个 指数的公司 这里有得看 香港 成分股 AA stock 大家去AA stock 然后去市场动态 香港 成分股 就会列入所有 纳入恒生指数里面的股份 你见到李嘉诚的 长江实业 当然一定有 中电 大家都很熟悉 狂加价 即是被人插到爆 煤气 不知道为什么煤气 不会被人插 汇丰 又是被人骂 又是去 又是去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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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能实业 就是之前 拿着港灯 香港供电 这一堆公司的市值 就会 差不多已经等于 香港整个股票市场 63% 的市值 即是它很有代表性 所以你见到 经常看 新闻说 今天又升了 恒生指数跌了多少点 其实 它也挺代表到 那个大市 那个地区性 那个股票 的表现 究竟是如何 大家有空去研究一下 比如腾讯 它们会不停 会更新的 比如以前 ASBIT 做三件 很厉害 它曾经是 成份股 后来 被人踢走了 曾经 比如 腾讯 它不是 比如友邦保险 AIA 不是 当它上市之后 它一合资格 就会自然 被人放入 成为恒生指数的 成份股 当然它进来 也要踢走 大家在这听到 一定会问 什么叫 投资指数 简单来说 我不去研究一家独立公司 我不去找一家公司 什么股值 究竟它会升 会跌 我只是你的大市 OK 这个就叫 投资指数 你是不需要 去想 是这样的 那究竟你怎样投资呢 之前 我想大家 去和大家 看一看 这个背后 究竟有什么理据 我们去 Yahoo 会看得长一点 巴菲特 也是这样 说 与其 你去买 什么投资 基金 不如你自己买一些很便宜的 指数基金 恒生指数 今天升了63点 上回23,500点 终于突破 如果你去Yahoo 一看最长的 它由1986年 我80后来 再早一点出世 看不到 有没有fullscreen 全屏幕 开始 你看到香港的大市表现 只会向上 长期向上 短期有波幅 但长期也有升幅 有时升得很夸张 升得很高 跌得很夸张 如果你在1986年 已经买恒生指数 到现在 你都赚了差不多 你算一算吧 那时2561点 现在2500 2500 除 2500 在短期的20几年 已经赚了10倍 因为很多人觉得 我买一间公司 也没可能赚到10倍 我都不敢肯定 当然有些赚到100倍 但有没有信心 可以买得中 当然没有 所以 人们就会说 不如我投资大市 大市 你会看到 每一次跌 都跌不回之前的低位 即是它的新高 永远比上一次的新高更加新 譬如现在 1997年 金融 风暴的时候 最高是11000 接着 一跌就跌到7000多点 很夸张 跌了30% 但是去到03年 沙士 又去到16000 然后 未到03年 这个是 87年 87年是一个股灾 这个才是97年 金融风暴 16000 然后又跌到 坦坦在 但你反而跌下去 跌 都跌了 7000 比上一次 其实都不是差了很远 7000 低了一点 在2000年科网股爆破时 又升上15000 一直跌跌跌到 沙士 新低 8600 但你见到8600 和 97年 7200 跌不穿回之前的低位 反而到2007年金融海啸之前 因为那时 那个什么 直通车 那个 就是 那些 同景 那个 一抽到接运3万 5点 你看到 2008年金融海啸 跌到 13000 比2003年 8600 亦高了 所以很容易 我觉得大市 未来五年 不单止 升穿 30,000 就是之前的高位 可能直撲 35,000 40,000 甚至 50,000 再跌回来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 因为 10年 就是一个大跌 可能 一定不会跌回 12,000 就是金融海啸的低位 是已成历史的 所以基于这个假设 你投资的指数 只是长期向上 而不会是 长期向上 短期虽然会有升跌 但是不会低过之前的 所以人们投资 这个指数基金 通常就只是有赚 就没有亏 很大跌 为什么巴菲特会这么大口气 他自己都是很出色的投资者 他都建议 那些人去买 这个指数基金 大家呢 不知道大家的强积金 或者自己有没有自己去 金融机构 买一些月公式的基金 你怎样衡量 一个基金的表现 好不好 只有一种方法 究竟他能不能够 跑赢大市 Fund Performance 是不是大个Index 即是说 如果我去到 无论是买基金 或者我自己本身 去到花精神投资 如果花的时间 精神 连大市都跑不赢 的话 那我就不如算数 省起来 我就直接投资 到大市 现实就是这样 你看到这么多间的基金公司 全世界全香港 那么多千百万只基金 只有10%的基金经理 是能够长期 我说是长期 能够跑赢大市 只能够跑赢大市 Less than 10% Fund managers Can out perform Local index 我说当然 你是香港就跟新指数比 如果你是美国的基金经理 买美国的股票 你跟当地的指数比 比如标准普尔 或者 纳斯达克 等等 譬如 你看一看 S&P50 Sorry S&P500 美股不一直创新高 你看他由77年开始 70几点 升到现在1900点 你想想多夸张 当然他跟香港不同 就是他那个跌幅 在金融海啸的重击 比起00年的科网 股的爆破更加厉害 你看他刚刚07年 他才回到00年的家乡 一插就插到 Oh my god 但如果比起80年代 90年代 那时的水平 他仍然是高很多 当你90年买了 就算你跌到金融海啸最低点 你都差不多是赚50%左右 当然 你都会很惨痛 因为你曾经是赚几倍 那我们回到重点 即是说 如果你花太多精神 在听教学 又想自己投资 自己买股票 但是最后的结果 你不能够长期跑赢大市 那我就麻烦你乖乖地 去买大市 即是你直接投资到大市 你就没有后顾之忧 可以睡觉觉珠 但问题是出现 那些人说 喂 你说赢眼我怎么知道 譬如我这样恒生指数 如果我在这一个位 即 用回这个 Google 真好用 但有时它没那么长 即是那些 数据没那么长 因为这个 1997年 开始 那个科网股 你当我在 00年买大市 那时都 万 多少点 17000点 我等了差不多 24年 现在2014年 才23000点 我都是赚过5000点 当然我曾经上过30000点 如果我什么都不断的话 如果我等了10年到2007年 等了7年到2007年 一直买大市 不放的话 跌到局底很肉痛 然后再要捱 我的心理如何承受得到呢 我会介绍一样东西 叫做 DOS Dollar Cost Average 新闻叫平均成本法 如果你有听过强积金那些 或者你完全不理那些 或者你说有些公股 它其实都是用平均成本法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每个月用相同的金额 去买某一只基金 或者某一个指数 OK 好处就是说 它升时你又买 跌时你又买 就可以将你的风险完全摊分 如果你一不过买的时候 你就要承受风险 我当我现在23500点买 假设它未必升 它跌的时候 虽然 你看到走势 也挺难 我不是很肉桶 或者我那时未去到那么远 我只是2008年 我才听 2007年我才听到这书 我觉得它会升上去 但是我又不敢肯定 这个做法就是 你每个月都买 结果呢 最高点30,000点你又买 一直跌下来你继续买 买到最低点 12,000点你都买 那你就存了很多这些指数的基金 结果到你现在 2007年 虽然它只是 23,000点 比最高的30,000点 还是低 但是你整体都是赚钱的 因为你一个过程里面 你分段买 这些也是一个小技巧 你甚至不是每个月买 你如果是 有空有不钱买 有空有不钱买 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个是用来摊分了这个风险 是吗 Low your position risk 用来摊分你的风险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 究竟我怎样买呢 你说买指数我没得真是 买恒生指数 OK 你看到所有的强积金里面 都有一只叫做指数基金 我自己就100%扔掉指数基金 因为巴菲特港 最低的管理费 OK 如果你是 没有强积金的话 你没有强积金或者 你不太在乎自己的强积金 你都可以主动买 凝负基金是什么 凝负 凝负基金 200 其实这个是指数基金 所以你看它和恒生指数是很相似的 OK 那么 补充一点 为什么它管理费低呢 OK 就是指数基金经理 如果你作为一个基金经理 譬如我自己也是一个基金经理 或者你作为一个投资者 你除了花时间之外 你还要花成本 譬如你有买卖成本 你的交易费用等等 你当是基金经理问题 现在香港人很喜欢 骂强积金 就是为什么基金经理 帮他虚钱之余 还要收到1-2%的管理费 你没有帮我赚钱 你还敢收我钱 虚又收 赚又收 你对我 很不公平 你要这么看 基金经理的职责 就是 他希望自己做些东西 做些研究 或者他有些团队 他希望跑赢大市 所以他赚钱的价值 就是这样来的 为什么他收钱 他收钱收得你 心安理得 就是他觉得 他做了些东西 而他希望他的结果 他的基金表现 是长期优于大市 所以你愿意给 多些的钱 去换取多些的回报 但结果现实就是 例如很少的基金经理 能够长期跑赢大市 OK 所以那些人就不愿意 去到 不想付钱 这些人 他直接不如买恒子基金 或者去投资基金 如果我作为一个 恒子的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 其实我是不需要做事 如果我们叫普通的Mutual Fund 因为很简单 恒子基金有什么成份股 会不会买股票 我根本不需要想 或者做什么 research 总之我就跟恒子基金里面 有什么股票 我就全部跟着 我们称之为 这些叫做 Passive Investment 被动式管理 Passive Management Index Fund Passive Management Passive Management 就会有一个Low的management fee OK 因为它是一个被动式管理 它完全不需要 它是一只猪 或者它是电脑 都已经可以做到这个 只有跟回恒子基金里面的成份股 所以它收的 管理费 通常是会低 1% 一般的 Normal的Mutual Fund 即是现在的外面的金融机构 包括我自己的金融公司 都抗售 就叫做Active Management 主动式管理 会高管理费 通常是 1.5% 至2.5% 都有 如果基金经理那么厉害 每年是赚成20% 那我给你1.5% 给你有什么所谓呢 但问题 现实就是不行 OK 很多基金经理 九成的基金经理都跑不赢大市 所以Barfield 建议我们 你给钱赚 不如你买一些很低成本 亦都是不需要 老想的 那你跟随大市起伏 就已经得 再用加上这个 Dollar Cost Averaging 平均成本化去买 那就 非常好 其实我都可以给数据大家看 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基金经理厉害 哪些基金经理肺 你去一个网站叫做Morningstar 不是那个旅行馆 星辰旅行的 是Morningstar.com 星辰旅行的 星辰旅行的 咦 对不起 这个不是香港的网站 我们要去香港的网站 Morningstar.com HK 我不看外面卖的 基金 我只是看强积金 如果你想选择一些基金 或者你想 买些什么东西 最好 月长时间 因为现在的基金公司 很少贱 我不可以用贱 去形容 但我都要用贱 这个字 我找不到一个更加好的 就是 他经常看到 在地铁 有些公告 我过去三个月 在我同类型的基金 我做第一 一个就说 我过去一年 一个就过去三个月 一个就过去一个月 一个就说 不如你过去一天 这些没什么代表性 但如果你跟我说 我过去十年 都是这么多总基金里面 排第一 而且是过去十年 我都跑赢了大市 跑赢了恒指 我就觉得你很厉害 我就看强积金 你看一看这个十年度化港元回报 就是平均每年赚多少%呢 你看到跑出的就是这个叫做 海通香港特区基金T 第二就是海通特区基金A 然后永明什么香港股票基金A 你看到平均每年都有15.6% 这个真的是 一些很好的基金 这个明显跑人大市 因为过去十年 恒新指数都是8-9% 我按进去 所以这些基金 你会见到 总回报图 这些基金经理 他真是有料到 他真是明显地做到 而是明显示出给他看 是跑赢了大市 有没有得比较恒新指数 HSI 恒新 好像没有了 总回报图 我就不介意给1-2% 为找人的赚 商量赚 ok 他会从 组别比较 红色线 第一線是基金本身 橙色線是大家都買香港股票基金的表現 綠色線是恆生指數 2007年過去5年看 恆生指數只是跑贏恆生指數 甚至少,甚至少 如果10年的話 應該很強,但不能展示10年 為何這麼差勁 最多展示5年 我想大家都解釋到我想解釋 究竟是怎樣 不能比較恆生指數 大家解釋到 總之你要衡量一個基金金 你能不能買一些在模擬下的強積金 或者出去投資 或者你自己投資 你如何衡量自己 請用指數基金的衡量 如果你完全不想鬥的話 你直接買投資 這個指數基金 最後講一講 香港的指數基金 要買的就是這個盈副基金 2800 我自己的強積金 已經100%扔掉了恆子 因為我不相信基金經理 簡單來說 我覺得大市長期都會跑贏他們 另外,如果你的強積金工都很少 你想另外自己供 亦都找不到合適的基金 或者你不想自己研究 看我這麼沉悶的教學 怎樣去投資 你可以買這個盈副基金 這個盈副基金是怎樣來的呢 如果大家記得1977年金融風暴的時候 主要當時就是國際的炒家 就打擊這些亞洲的貨幣 就令到這些貨幣塌了 其中最厲害的那隻大鱷 當然就叫做索羅斯 他很厲害的 但是我們香港的時候 政府都不是散油的燈 當時那個財政司長應該是曾蔭權 現在被人說貪真 但其實他當時做這個財政司長的時候 他真的很有料到 直至20...不知... 2010年好像... 索羅斯當時被接受訪問 當時那些人當然很不喜歡 因為國際炒家 亦都是大鱷 令到當時那些人民不聊生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都點名 是讚揚香港當時的財政司長曾蔭權 還有任志剛兩個是厲害的 他捍衛到港元 捍衛到香港的股票市場 雖然跌了那麼多 有時候全亞洲都淋了一片恐慌 當然有幾個人都跳樓死了 因為他那些實在太過薄了 所以大家不應該這麼薄買股票 這個刑賦基金是當時的產物 究竟是為什麼呢 當時香港政府入市 拯救這個股市 注資了不知多少錢 其實可以搜尋一下 應該找得到 買起了差不多整個香港股票市場 那些貨買得太厲害了 他就接貨 結果後來過了那個金融 金融風暴之後 那些錢多到不知用來做什麼 政府就成立了這個盈富基金 就讓普通市民可以參與 簡單看一看 他說投資者可以透過買盈富基金 而買入代表恆生指數的證券組合 簡單來說 他複製了恆生指數 亦都是我們所說的指數基金 By the way 指數基金叫ETF 先加回 ETF 1998年 香港政府因為金融風暴通過市場運作 買入了大量的香港股票 因為是浪價 救了香港股市一命 要穩定匯率 擊退了國際的炒價 1998年 成立了外匯基金投資有限公司 其功能就是... 這個不需要你了 1999年 當時金融風暴已經過了 他將買的港股 以盈富基金上市 分批賣給市場 因為他拿著這麼多股票是沒有用的 他當時以333億的規模發行 當時政府主資了多少進去拯救股市 都忘記了 但是他說 到2002年為止 一共有1,000多億的港元 1,000多億的股票 通過盈富基金 由政府的手上回歸到市場 OK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在香港買什麼好 我建議你 盈富基金2800 用這個平均成本法 買 指數基金 這個是我的結論 最簡單的投資方法 總結 The easiest investment Buy Use dollar cost Averaging To buy index fund P&P 用平均成本法 買 指數基金 如果肯這樣做 不知道觀眾現在多少歲 可能你... 很難猜 我當你20多歲至40歲 我預期聽眾是這樣的年紀 你繼續這樣買 到退休的時候 你真是硬硬腳 真的不需要擔心 好過你去做一些不知什麼 那些人就說 嘩這個投資好 嘩這個股票好 等等 當然 如果你是有心做這個研究 這個投資 就像我自己一樣的話 因為你當中 你覺得有些趣味性 你覺得自己有這樣的能力 去跑贏這個大市 就是 Beat the index 或者Beat the street 你就可以繼續 收看我之後的教學 如果不是 你用這個方法 我寫保單 包單 包你 用20年的時間 不停用這個方法做這件事 你的退休生活 是不需要擔心的 甚至會變得比一般人更加有錢 今集好像花了很多的精神時間 去講一些這麼簡單的事 如果瞞到大家 真是不好意思 你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發給我 E-mail 我希望每次都有些 好像Q&A 可以跟觀眾有些互動 最後就是 下一次我真的會來了 就不會講這些簡單的事 我會用一些比較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 你投資的時候 你買一隻股票 特別你第一次買 沒買過的時候 你的經驗是很重要的 會影響到你以後對投資的看法 當然我自己有些客戶 他以前投資 基金或股票 輸過一次 因為他的知識的基礎不夠 或者他就這樣聽一些銷售說 結果自己虧了錢 他以後對投資或基金 都是有一種反感 令到他錯失了 人生很多美好的事情 我就不希望觀眾有這些 不好的經歷了 差不多了 太多口水了 先喝一口水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在這一半 祝你 皆無故 哇 vähän